长行珠宝 百达菲律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的财经天地 今天是2012年的9月26号周三 今天的节目为您安排的流程 我们在下半场请温润王来谈一谈股市的前景 接受您的call in 在上半场请到的是在贷款页中间是佼佼者 并且他是做了最久的贷款的agent之一 他的名字是曾庆安 他是代表nova financial 他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他 哈喽 斯丹利你好 周伦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很高兴又回到节目中来了 是的 我们在过去有好几个月呢 都是持续在讨论新屋还有新屋的贷款 并且包括新屋在整个的bay area 有哪几个地方有好的deo 那都忘记了您事实上是在从事贷款行业 已经超过20年经验的专家了 今天我们来回归你的本行吧 谈一谈你最专精的这一方面 因为最近在贷款的方面呢 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并且underwriting的policy 甚至由包括short sale 而eo property都有政府寄出了很多为选举而出台出来的政策 这些寄出来的牛肉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看一下这种新的政策 对于在以前不能够贷款的人是不是也可以贷款了呢 那这个是不是取决于到底是哪一位long agent帮您做呢 这个都是今天的主题 我们先从靠近最近最近发生的9月13号的QE3来开始谈起 史丹利 是我想节目上可能已经有其他的朋友们都已经听到过了 说最近利率又开始往下降了 那这个降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联储局发表声明说他们要救市 怎么样救法呢 就是印钞票 然后买债券 那这一次他买的债券主要是贷款 房屋贷款的债券 房屋抵押债券 是 债券式的 但是是买是帮助这个cash的流通 是 所以他因为中央银行进场大量收购 就造成说价钱提高 那他的利率是跟价钱呈反比的 所以房屋贷款利率最近就节节下降 尤其是最近这三四天 每天都往下跌一些 啊 OK 好 原来是这个原因 那么为什么他释出QE3买Mortgage Back Security 会造成利息的下降 但是10年的公债的回收率却没有降的那么多 就是因为他主要这次针对的买卖的这个债券 不是政府发行的公债 而是房屋贷款的债券 叫做Mortgage Back Security Mortgage Bond 好 史丹利 那政府哪里有钱 有这么多钱 持续的每个月400亿的一直在这边受购呢 那实际上是没有的 这不是在口袋里面的 所以只好多印钞票 多印钞票 所以还是印钞票 是印钞票有一个后顾之忧 就是说将来 当然不是现在 这个通货膨胀压力肯定会增加 美元会贬值 这个造成的影响 当然不是现在的问题 可是现在最主要的 增结就是要救市 要救经济 所以当然跟大逊也是有一点关系了 所以在未来这几个星期之内 我相信利率还会保持低迷 再下去就很难说了 还会保持低迷 那可能比现在就是过去两三天以来低的利息 还要继续下 还要继续低吗 还会吗 我的眼睛已经跌破了很多次了 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这么久 也应该学到说 要预测将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不敢讲说利率是再会往下掉多少 或者会掉多久 这些都是很难说的 可是有一点 我可以分析一下 就是说虽然大部分人觉得说利率可能还会再降 可是实际上是有几个因素会影响这个降的速度 会影响降的速度 我也有兴趣要听 利率并不一定会像一般人想象中的降幅降这么快 尤其是在最近的将来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Fannie Mae Freddie Matt这两房 美国最大的房贷收购机构 他们最近加了一个费用 就是把每一个贷款都加了一个费用 叫做guaranteed fee 这个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变相加价了 他为了要多收钱 他因为他有些贷款的这个performance 就是说呆账增加了一些了 所以他就说要补偿这个呆账造成的损失 呆账就是坏账吗 是的 就是他钱借给人家了 但是人家没有按期付坏 所以因为有损失的关系 算一算他说好 那我需要因为这两房实际上是用来担保这些贷款的机构的 所以他说我有损失 那我就要提高这些担保的费用 这个费用叫做guarantee fee 所以他就把它加在mortgage interest rate上面去 所以补偏来讲差不多要涨个0.125个percent 这么多 就是从最近开始 有些银行已经加上去了 有些银行还没有 不过很快都要加上去了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 大家都知道利率降 媒体进行报道 所以现在申请贷款的人越来越多 银行太忙了 其实前六个月办过的人 现在又可以办一次了 所以现在银行是真的是忙的 忙不过头来 他不想要这么忙 他就把利息提高一点 倒不是不想 实际上他真的是忙不过来 可是他有个限制 因为规定是说 每个银行如果收到了一个贷款申请 一定要在30天之内要回答 要么是给申请通过 要不然就是不通过 好歹总要有一个答复 这样子 可是现在有些银行 他作业的程序已经拖到 20几天接近30天了 所以他只好说 把贷款利率稍微提高一点 这样进来 案子就不会这么多 他才可以达到他的这个要求 那Staley 像你这么有经验的Mortgage Broker 你晓不晓得哪一家银行 他们的Pipeline已经太满了 哪一家还可以送 通常都是利率前一阵子最低的 现在就是已经忙不过来了 那像P打头的那个公司 一项都很低 他还忙得过来吗 大概也差不多了 总是会有碰到这个capacity 就他的能力到了极限的时候了 所以每个银行都是替代 轮流 现在不忙的银行 他的利率也许是前面高一点 现在他不忙 所以他就可以降低一些 那原来已经很低的 现在他开始忙 所以他们拿的批发的rate 比他放出来的rate还是低 所以他有自己的cushion 可以决定高一点低一点 是的 那大部分银行说 他时代是忙不过来的时候 他一定会提高利率 他没有办法再接受这些案子了 这个是我们过去这一两年 经常看到的现象 所以虽然市场利率是在往下掉 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会往下降 第三个 最近因为很多人 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半年以来 不少的后面都在贷款 尤其是最近利率又开始往下降 那这些贷款 慢慢在未来三个星期 四个星期 五个星期以后 都要完成 完成了以后 这些银行就把这些贷款 卖给Fanny May Fanny May 在两房 两房就发行公债 既然发行公债的话 他就会抵消 现在中央银行买公债的这个动作 这个就是supply跟demand 供需的问题 就变成供比较多了 是 所以再过几个星期 供给慢慢会增加 所以如果供给增加速度 一旦变得很快的时候 央行提供了这个买债券的资金 如果不够 跟上的速度不够 那肯定这个利率就不会再往下降 我看到两个piece of information 第一个是我下面的问题 那第二个我先问 就是他们也有一个open end的一个数目字 他是说每个月用400亿到700亿来买 是 可是这个open end也没有说 一定什么时候要停止 或什么时候要开始 或什么时候再开始 所以他完全要看经济情况发展的情形来决定 OK 好 所以他可以随时就说够了 不再继续下去了 也有可能再继续加码 所以这个东西现在 变成说很难预测 是 我自己在研究他的时候 就是你看 比如说Fannie Mae或者是Freddie Mac 他们已经收购了这些单独银行的贷款以后 那这个政府 中央政府拿钱去买 万一不够买的话 这个那他就 谁先谁后 他要先买哪一个 后买哪一个 这个 他们这个里面的作业 不晓得有没有一个系统 可以研究出来呢 这个其实是这样 不只是中央银行在买 还有很多其他的投资人也在买 那如果说投资人 这些投资人什么是Mutual Fund 什么其他大的 Insurance Company 对 那如果说他看到 是supply太多了 他买的时候 如果说价钱往下掉 他也许不愿意再进场 这跟买股票完全是一样 supply跟demand OK 所以是一个自由市场的机制的问题 好 那我刚才回到 我有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是在上个星期的LA Times 有一个article 我觉得非常有趣 他说现在啊 他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 mortgage的一个调查 他说 拥有房屋贷款 超过利息5%以上的人 你才占多少 几乎高达70% 有69% 并且呢 有三分之一中间的这些 就是超过5%的呢 他的利息是超过6% Stanley 这是不可以想象的高 那这些人为什么不refinance呢 难道是跟我想的原因一样吗 是的 我自己有很多客户 是在这个情况 那为什么 他们现在率率高 不refinance呢 这个原因 绝大部分是因为 他们没有equity 就是他的房子价值不够 这个问题 已经好几年了 而且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的情况 并不是说每个人 都是因为价值不够的 可是价值不够的话 虽然说政府 在最近有发出一些案子 希望能够帮助这些 underwater 或者说没有equity 的人refinance 可是到底 他的效果还是有限 那这个就是 HARP2 这个是 HARP1的加强版 它的范围也扩大 它的underwater的比例呢 就可以无限上纲到 没有成为一定的比例 都可以 那HARP2真正有用吗 HARP意思就是说 Home Affordable Refinance Program 是主要是政府帮助说 underwater人能够refinance 即使没有equity 可是政府原来的心意很好 一旦到执行的 这个阶段的时候 发现一些 有一些问题了 这个问题最主要是什么 这个不是强制规定的 所以有些银行 他办贷款的银行 他自己加了一些规矩 他原来说 他不愿意单 不愿意单上这个风险 将来这些 弄会出问题 所以他们自己 把这些 规定放延了 比HARP2的本意更延 是 延到几乎没有作用了 所以原来有些人 他是underwater 150% 170% 或者200% 现在有些银行说 我只能借到 贷款额的 105% 125% 所以这就有限了 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贷款了 还是没有办法重新贷款 甚至也有听说过 同一家银行 他们因为这个 own owner 他是在harship里面 所以也许他就 就是延迟交 property tax一两次 因为这个原因 他在HARP2 被同意的同时 也必须要做 in-pound account 结果这个payment 就比他原来 HARP2之前的payment 还要高 是原来HARP 这个program 刚开始推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好意 而且审核的标准 放松很多 可是后来慢慢发现 越来越多银行 自己加进自己的一些条件 一些限制 所以就没有办法了 很多银行都没有办法做了 这听起来真是不幸 自己的房子underwater 又不能够付 这已经是很伤心的事情了 那还有哪一些其他的原因 造成这一些人 他还是不能带到refinance呢 有一个很普遍的例子 就是说有些condo 现在正在打官司的 一旦有lawless 有官司 阐述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 借到贷款 可是这并不是百分之百 绝对的 怎么说 还是有可能借得到 只是要找特殊的贷款银行 特殊的贷款银行 他不介意condo有lawless 还是可以带 所以这个跟自己go through的 哪一些loanbroker也有关系 如果他知道的话 他就会知道要 像这些贷款 要上哪一些银行申请 是 OK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仔细的 如果condo有litigation 就是有lawless的话 它的详细的情形 那么是不是了解了这个情况 就能够帮助您 也可以再重新贷款成功 那如果大家 在这方面有任何的需要的话 请致电Stanley曾 408-777-8900 408-777-8900 这个电话呢 可以管用很多 关于pre-approval的letter 或者是关于要知道 在自己的住处 如果是condo的的话 有没有litigation 有没有一个room 可以去work around 就可以顺利的贷到款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马上就回来 您想找最让您放心的贷款公司吗 Nova Financial就是您的最佳选择 Nova Financial曾庆安 会为您找到最适合您的贷款需要 曾庆安 Stanley曾 诚恳亲切 体贴顾客心理 不给予任何压力 让您轻松贷款成功 Nova Financial电话 408-777-8900 408-777-8900 破浪理论 破浪理论 五浪法 一代宗师 Benny Troy 蔡明知 要开课了 课程定于10月6号礼拜六 详情请参阅 www.svcmedia.net 最新看板 为了让课程更为普及 让更多投资人可以学习 学费调整为499 请上网报名 获致电650-968-2000 分机103 查询详情 田育中医师第二家诊所 全新开张 为了回馈社区 新诊所在本周五六日 9月28-2930 免费一诊 诊所请来中国专家教授 和首发一流的专业推拿师 服务项目由诊卖真酒推拿 地址在4633 Old Ironside Drive Suite 101 Santan Clara 在Great America Parkway上 预约电话408-828-0002 828-0002 就诊所装修完毕 继续营业 Rebecca Lean成功地买卖了 大量Cupertino学区房屋 房源又多又好 您若要买卖Cupertino学区房屋 请现在就致电Rebecca Lean 408-720-6800 408-720-6800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 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风险税收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恰询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ASKDZ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Stanley曾你好 你好 OK好 我们现在继续来探讨一下 就是关于Condo Lawsuit的情况 这个Condo打官司 借不到贷款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有打官司这个情形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 绝大部分都是新建的Condo 大概在第六年到第八年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个情形 那为什么呢 因为加州的法律规定 新房子的建商 要对他建筑的这个资料 还有他的施工要负责任 所以在十年之内都有追溯其效 这么久啊 是十年之内 那就是说他原来建的过程中 如果说有问题建的不好 是刚开始前几年没有办法发现 到后来才可以发 才发现到的这种叫做Lightened DeFi 后来才可以查得出来 这种一直有十年之内 都可以有追溯的权利 不是三年而是十年 十年 所以过去有一阵子 很多建商都不愿意建Condo 因为每次到了第六 第七第八年的时候 问题层出 所以就有律师去找这个 Homo Association 找管理委员会说 我们来查查看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 我们去告一下这个建商 Jesus 所以就会是每一个新的Condo 在七八年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结果是什么 最后大部分都是settle 就是说两方协议 说好赔多少钱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协议的过程中 双方都不愿意让步的 那怎么办呢 只好打官司 真正进这个审判的过程 其实很少 绝大部分是审判 庭外和解 之前庭外和解的 那绝大部分都是builder输 如果说真的打官司的话 应该是builder输的机会大很多 因为确实有可以找得到这些defect 可是绝大部分的case都是settle 就是庭外和解 可是这个过程 因为美国打官司的过程非常复杂 时间会拖得很长 一年两年三年都有可能 那这段时间之内 既然已经有官司 这个时候银行就说 那我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因为我不晓得万一打输了怎么办 打输了经常不赔 那不是homeowner自己要赔吗 确实是有问题 那每一家要出多少钱也不知道 所以对银行来讲 他放款是有一些风险 所以他就不愿意 他说等到你settle了以后 问题都解决了 我才愿意借款 所以有很多这种情况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Rivermark 在Santa Clara Rivermark现在就有这个情形 哎呀那一片盖得很漂亮的 它里面有六个不同的project 其中有三个是现在跟 在跟这个建商 学义home打官司 那另外三个 其实并没有直接打官司 可是也受到影响 因为他们六个全部都是在 同一个master hormone association底下 那每次写一个信过去问问说 有没有老鼠的时候 他只好说有 可是跟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 有些银行还是不愿意接受 谢谢Stanley告诉我们 但是如果说现在正有一个买方 他就看中了几栋condo 万一他面临着这个condo呢 也是有lidication 这个会阻碍他顺利的贷到款呢 他有什么办法呢 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Rivermark出来的房子 尤其townhouse比较少 原因是说很多卖方 他也不愿意卖 他怕说因为价钱卖不好 因为买方借不到贷款 你说要卖五六十万六七十万 要cash买的话 也不是这么容易 这么多人可以一下 拿出这么多钱的 对呀 那我们还是可以找得到 有特殊的银行可以借的 可以愿意贷款 利息比较高 没有高很多 大概0.25% 所以还是值得 只是说要找到这样的银行 不太容易 你找得到 那可以没有问题 我们已经办过好几个案子 都是这种新兴的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要买这种condominium的话 如果能够找到一个 比较有经验 并且熟门熟路的loanbroker 就可以成功的先替自己 拿到一份pre-approval的letter 对 其实这是一个 拿到一个好的deal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南湾湾区 普遍湾区 现在其实买房子都不容易 都竞争得非常厉害 不容易买到 有的时候要all cash 有的时候加加码 如果说看到一个condo 现在是在那里 有打官司的情况下 买的人就少了 可是如果说自己拿不到贷款 也没有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如果说能够介绍到贷款 进去买就可以拿到比较好的价钱了 因为竞争的人少 OK Stanley 那有一些这样看起来银行 他所focus的生意面都不太一样 那有一些人呢 是不是如果他自己是要买投资物业的 最好要找某一些的bank 那有一些银行呢 他又是对于first time home buyer 或者是move up的这种buyer比较友善 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是的 是有些银行 他们审核的规矩 跟一般的不一样 大部分的loan 现在都是卖给Findy May Freddy Mac 这两房他有他们的规矩 他说他要收购的贷款 有这样的规矩 有这样的限制 可是现在目前的情况 未来就是过去这几年发生的情况 就是说很多银行 另外在追加了其他的 加了其他的限制 更严 更严的限制 这些跟Findy May Freddy Mac 本身定的这个限制以外 还要另外再加了一些 为了他自己的安全措施起见 因为如果这个贷款将来出了问题 就是贷款不付的话 Findy May可以叫银行把它买回去 是 所以对银行来讲 他的风险非常大 Findy May叫银行买进 买回去 或者是这个人 他已经变成了银行的 Direct Lender的的话 他可以自由放款 如果这种贷款出了问题 Findy May也可以叫这个Direct Lender 买回去 是 所以 那他就承担很大的风险 所以这些银行自己就加了一些规矩 他不愿意再增加他的风险了 所以为什么大家说 现在审核贷款这么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一点都没有放松 是 而且短时间之内还不太容易 短时间之内还是不太容易 听说有一些银行 他只带给investor up to 4栋的investment property 但是又有一些Long Broker说 不对不对 现在已经增加到10栋了 到底哪一个是真 哪一个是 不是说假了 这个就是我刚才 跟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 是有关系 Findly May其实本身并没有说只能限制4个 而是说有些银行 他自己家的规矩 说我只愿意借给你4个 就是有4个贷款的房子 你有超过4个贷款的房子 这家银行他就不借 那家银行就不借 可是也有其他的银行 他愿意借 大部分都愿意借到10个 所以有兴趣做投资的朋友们 其实还是可以继续买下去 尤其是现在利率这么低 我现在觉得如果说有能力 还是应该做房地产投资 因为利率低的关系 造成现在cash flow越来越好 这个情况是几十年没有一次的 对 同意同意 OK 那Stanley 并且如果说有一些人 利用这个现在的低利息的机会 想买房子 可是他的当配实在不够 市面上有没有一些program 可以接受当配很少很少的buyer呢 是的 像我有客户就是他买了几个rental property以后 他的cash就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他原来cash买的这个rental property 他就想要借钱出来 有些银行说 你如果说超过拥有四个property的话 我就不借给你 你就不能cash out把钱借出来了 尤其是rental property 这个其实也是有些银行自己家的规矩 其他的银行就不一定有 这是一个 那还有就是说 第一次做房东的人 没经验的 没有经验 没有做过房东 没有这个管理经验的人 有些银行他说 我不愿意借给你 如果说你现在去买出租的房子 投资的房子 我不愿意借给你 怕你说没有经验管理 到时候会赔钱 这也是有些银行家的 很明显 我们在这里 brancher很多的wellsfargo 富国银行 他就说不行 我不算你出租的收入 如果说你没有经验的话 我不算你租金的收入 那要qualify就比较困难了 wellsfargo是出名的保守 Stanley还有一些 中国人里面最多的自雇人士 其实他们又有资产 又有很好的paying history 但是在这一波的 严格的underwriting的policy之下 很多人都不能够买到屋子 很多人都不能够refinance 有银行可以帮助这一些人吗 过去我们有很多这种不查收入 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了 那可是并不是说 每个自己做生意的人 都没有办法借得到款 现在审核贷款都要看税表 并不表示说 这些自己做生意的人 税表上面都很难看 实际上有税表上面 有很多收入 其实都可以算进去 只是说有一些贷款经济 或者贷款银行 他没有仔细去算 去分析这个税表上 哪些收入可以算 哪些收入不能算 你很会分析 你很会算吗 这个我花了很多精神去研究 因为在十几年前 其实那个时候贷款 二十年前贷款 其实都是要查收入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刚开始做贷款的时候 二十年前 几乎所有贷款都是要查收入 都是照这个方法来审核的 所以现在已经是九月底 马上就是进入第四个quarter了 大家如果明年想要顺利的 带到一个款refinance的话 可能在明年报税的时候 自己的税要报得漂亮一点 因为如果明年报的 就是今年的比去年的高的话 他可能只算一年 如果再前一年的比 再后一年的要高的话 可能是两个加起来平均一下 是的 这样听起来 Stanley你实在是有很多问题的 要防贷的人的一个专家 好像疑难杂症 你都可以解决 听众朋友 我们实在觉得很幸运 今天出来了这么一个 替我们解决问题的loan broker 如果要想找Stanley曾 来请教一下的话 请致电408-777-8900 408-777-8900 感谢你 谢谢 好听众朋友 上半场节目结束 接着就要访问Warren Wang 听听看他对于股市前景的看法 马上回来 您想找最让您放心的贷款公司吗 Nova Financial就是您的最佳选择 Nova Financial曾庆安 会为您找到最适合您的贷款需要 曾庆安 Stanley曾 诚恳亲切 体贴顾客心理 不给予任何压力 让您轻松贷款成功 Nova Financial电话 408-777-8900 408-777-8900 昌星珠宝名钻总会 昌星每刻钻时都尽严格挑选 相公细致 恒久珍贵 散发璀璨光芒 凝聚醉人魅力 昌星代理世界顶级珠宝 Hearts on Fire Roberta Coin Mikimoto 肖邮 肖邦 国爵宝格丽 庆祝每个难忘的日子 要挑选最称心完美的礼物 昌星珠宝是您的首选 圣河西 Westfield Value Fair CH Premier 及Mupeters环球广场 查询请电408-983-2688 哎 Michael 看你每次refinance 都轻轻松松的就做完了 而且利率都拿得很好耶 有什么诀窍啊 找Nancy Lee啊 她不但经验丰富 对各家银行的利率变化 审核标准都辽若执掌 而且服务抽一流 总是能及时亲自回复 每一位客户的查询 对各个环节跟步骤 都讲解得清清楚楚 我的好几个朋友啊 同事都找她做贷款 而且全都非常满意 那Nancy的电话是 408-209-0188 408-209-0188 我一会儿就打电话给Nancy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lle.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 国内及境外投资人士需要咨询 请致电Frank刘 408-313-2688 预约一对一面谈 或电邮至 Frank刘 您想找最让您放心的贷款公司吗 Nova Financial就是您的最佳选择 Nova Financial曾庆安 会为您找到最适合您的贷款需要 曾庆安 Stanley Zinn 诚恳亲切 体贴顾客心理 不给予任何压力 让您轻松贷款成功 Nova Financial电话 408-777-8900 408-777-890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股市分析 到了涡润王的时间 涡润王他是美国企业上市公司 ChineseFN.com 代号CIIX的CEO 让我们来欢迎他 涡润你好 所有姐你好 您的声音好像比较遥远 我听得比较累 我听你的声音倒是蛮清楚的 现在我希望比较好一点了 OK好 首先我们来听听看 像美国的股市 标普500的这一个指数 已经连续第五个交易日走低了 那么在这种股市比较高的的时候 大家都以这个钱财落贷为安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是要消化一点涨幅比较高的股市呢 也不以为过 但是已经连续五天的下跌 除了这个profit taking之外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大家就是逐渐消化了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量化宽松 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个的大的趋势呢 我们明显的只进入了一个 我把它简发成四个字叫熊伟牛头 就是牛市的可能是我们面临熊市的 美国股市第四期 就是1877年以来第四期的 第三期熊市的结束 第四期牛市的开始 为什么这样说呢 美联储在两个星期以前 因为我们上周这个节目和这里就换了一下 所以上周呢没有办法 对再前一周周四的美联储量化宽松 来做一下评论 美国的量化宽松呢 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印更多的钱 让消费者去投资啊 去这个 去消费啊 那么这个信息呢 是非常非常明显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个股市啊 必然会逐渐逐渐的走强 那么最近连续五天下跌也比较正常了 因为第三季度啊 这个第三季度我们已经有了6.2% 标普已经有6.2%的涨幅 全年标普又涨了15% 而且我们五月大盘见底以后 快速下行到六月七月 见底以后反弹幅度是非常大的 那么连续五天的下跌呢 以投资人这个获利回吐 以及投资人这个美元指数啊 从高位跌下来 然后反弹 它这个必然会对这个股市 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今天的这个美国的新房数据 创下两年半的新高 但是呢投资人呢 已经把这个消息呢消化了 很多的像KBH TO Tobra的这些房产股呢 也是五天的连续下跌 这必然带动这个银行股下跌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美元拖累能源 能源类板块下跌 黄金类板块下跌 OK 这个获利回吐 拖累这个房地产 以及银行股下跌 那么周小盘 由于受到美元 和这个债券价格的上升影响 也是出现 领跌的一个趋势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 我个人把它解释为 一个短期的获利回吐 但是大的picture方面 我个人对后面的 未来的 你也就是说 刚才和周小姐评论 我个人已经非常厌倦了 讲明天行情怎么样 因为我个人觉得 没有一个专家 今天在周小姐的这个 如果我们有 这个专业的人士 在那边每天 这个老师或者分析人士 他明天预测 这个股市的准确率 没有一个老师 能够做到100%准确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预测呢 我们只要把大的方向picture 做对了就行了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大的牛市 是从12年底13年初 或者15年开始 那么这个后面的15年 直到15年 是一个大的牛市 那么苹果现在16倍的 适应率 它的大牛市里面 它的适应率是多少呢 应该是60倍的适应率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苹果的股价呢 是600还是700 这并不重要 而是它到底10年以后 5年以后 它是6000呢 还是1万 这个问题 那么我现在买这个苹果的 这个53年到5年的 Lunton Option Core 我可能靠它这个发财了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要讲的 就是大的趋势 我们应该为这个牛市 做好准备 大家应该去考虑 进入这个市场 去发掘 去积极的投入 去研究很多的个股 其他都并不重要 至于明天怎么样 或者后天怎么样 这个并不重要 好 谢谢温润 其实我经常都参加 有一些 由各个的不同的财经的机构 他们所举办的聚餐也好 会议也好 那么跟我同桌 或者是坐在我附近的 一些投资人呢 我都觉得他们的 在投资方面的知识 都蛮高的水准 可见的矽谷弯曲呢 我真的是觉得 对于投资这个板块 不管是哪一种 financial的product 他们都有自己精辟的见解 这个可以从他们 在问这些speaker的问题中 就听得出来 那么我们还是要顺便 讲一讲 在今天9月26号 美国的股市收盘的成绩 道琼斯收在13,413点 今天再度下跌了44点 NASDA收在3093点 是下跌了24.03 标普500 收在1433 下跌了8.25 像9月份 还有三天就已经结束了 到目前为止 单月的涨幅是2.1% 第三个季度 标普500上涨了5.4% 非常赞同 沃伦说的这种说法 就是投资要看中长期 中长期在今天的基本 这个环境之下 受到影响的 就是欧洲的情况 大家以为西班牙 和意大利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但是看到西班牙 又有在示威的游行 这种小的波动 是不是不应该影响 投资人真正的核心的想法 我觉得是的 这个西班牙问题 在市场好的时候 一概被忽略 在市场不好的时候 就拿出话来 就反复的强调 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真的认为 这个欧洲的局势结束了吗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 曾经说过 大家去做空欧元 欧元的四季的 做空的机会应该来了 Baron说 这个欧元会跌到一块钱 结果欧元总一块两毛 涨到一块三毛二 现在又回到一块二毛八 那么这个趋势到底是哪里 很多朋友就是来批评游人 说你看这个 你说四季的机会来啦 你看结果欧元反弹了 但是这个东西呢 很难说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 管理这个控制这个高层 大家都知道 最近这个博南克 推出量化宽数上 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 但是不得不说 就是说这也对欧元的 这个反弹呢 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媒体呢 总是找各种的理由 如果大盘跌了 他就大幅强调这个 这个西班牙 这个希腊 欧洲问题 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多大 当股市好的时候 他一概不提 就是反映 你看现在房地产市场多好啊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媒体 投资人特别是散户朋友 特别容易被媒体的 这个媒体的 尾盘的报道来 就是受到很多的影响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 是这样的 的确是我非常同意 刚才说到这个媒体 其实我们做财经媒体的人 实在是要对 一般的投资大众要负责任 尤其是对一些美国 刚从外国进入美国的新移民 他们也许是 因为对于美国的财经制度 还并不是十分的了解 或者自己本身的财经的观念 还没有融入美国的这个制度 他们有的是有一点关系 或者是碰到一些 比较以sales oriented 来推销的这种各种 财经的经纪人也好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 在十几年来 就是本着一种精神 就是我们访问的嘉宾 一定要对自己的专业 有深入的了解 并且他要知道 他说的是什么话 要对整个的社会大众 对投资的朋友 要负责任的这些朋友 当然温润 在任何的市场 也不能够否认说 要找机会 是一个对的的事情 比如说像现在 第三季度要结束了 下个月下个礼拜 下个月开始 就要报告第三季度的业绩了 在这种时候 我们看到的机会何在 跟我们谈论一下 用这个opportunity 机会是在哪里呢 这个非常好 结合我们最近推出了一个 叫美股短线快枪手的 一个sms的服务 我想跟大家解释 就是说我们 跟大家说的一个机会 首先大家要对这个股市 充满这个热情 如果你认同Warren这个说法 这个大牛市已经来临 我还记得这个我们在湾区 有一个Ball Vision的股票 在牛市当中十万块钱 两年变成三千万 这个大家可以去用历史数据 去查证 不用我去说什么 但是更多的就是说 在这个牛市来临的时候 我们要首先要把握住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在这个短线快枪手当中 跟大家讲了四大必须的原则 大家如果有比的话可以记一下 第一呢 我们选择的股票呢 都是必须要在热门的题材 就是说比如说最近社交类媒体 它永远充满着一种 就是说一种题材 或者我们说云据算 或者我们说这个 移动互联网 或者说我们今天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最近最近两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哪个板块非常强 就是中国的酒店业 就是7天酒店 它公司的老板宣布 就是说要私有化 那么独一是呢 这个私有化其实就是说 类似一个出一个比现在高的价格 来回购自己的股票 所以带动整个的上涨 那么每一个选的股 你问一下你自己的体材是什么 最近比如说我们的家具类板块 第二个大家必须要知道的 就是盘要小 这是我和很多投资人 所相左的一个渠道 我们在短线快相走 最近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曾经提醒了四只股票 像Bovision上一周 我们提醒第二天就上涨了40% 很多朋友说 哇这个股票你一天做4%的 有很多朋友买一个JP Morgan 它几天波动只有2% 这是小盘股和大盘股的一个最本质的一个区别 第三点呢 这个股票呢是要最近被放空很大的一个比例 就是大家都非常看跌了这个股票 那么为什么看跌的股票反而会上涨呢 这个其实就是说当 就是说很多投资人 就是像我们最近有一个股票叫BioF BioF 它是做以权类的板块的股票 那么这个股票的最近从2块钱一路涨到10块 更离谱的时候有一天从7块钱 一天就暴涨了3块钱 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叫非常著名的基金 叫Brain Light 它是一个著名的对冲基金 那么对冲基金入股以后呢 给投资人带来了一个非常点燃他们的这个基金 就去买这个股票 那么这个股票也很多人做空它 结果呢 这个股票从10块钱跌到5块5毛3毛8左右 我们在5块5进了 然后这是前昨天的事情 就在星期我们5块5毛5买了5000股 当天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涨涨到6块4毛 就是赚了这差不多要1块钱一股 那么如果你假設说放5千股的话 基本上是4000到5000块钱的利润 那么这个股票上涨的最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人做空它 大概有26%的盘子被做空了 那么这个股票当从10块钱跌到5块钱 你想如果我用10块钱8块钱7块钱 做空这个股票到5块钱 已经有非常利润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做 就会take profit 就是会buy to cover 反而会把这个股票买上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有很多投资人看着这个股票 就像我一样从10块钱看到它跌到5块钱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也会想去买 所以两方的力量同时聚集在一起 就会引发这个股票急速的一个上升 所以这个是我们 这个快箱手的四大选股的原则 那么第四点就是 大家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买和卖的点位 那么这个合适的买和卖的点位呢 就是要用技术分析 所以我讲了这个快箱手的我们现在 OK 好的 听着朋友 我们现在稍作休息 然后回来之后呢 就来接受您的call in了 主播室的电话号码是 650-968-2000 650-968-2000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美国中文投资网成功登陆美国资本市场 代号CIIX 最新推出VIP人工智慧信号 结合华尔街大师江恩和破浪理论精髓 24小时6天服务 欢迎SVC听众拨打热线 以800-958-8561 以800-958-8561 您可以验证三只股票 看信号是否准确 网址www.chinesefn.com 破浪理论 五浪法一代宗师 Benny Troy 蔡明芝 要开课啦 课程定于10月6号礼拜六 详情请参阅www.svcmedia.net 最新看板 为了让课程更为普及 让更多投资人可以学习 学费调整为499 请上网报名 或致电650-968-2000 分机103 查询详情 田玉中医师第二家诊所全新开张 为了回馈社区 新诊所在本周五六日 9月28 29 30 免费议诊 诊所请来中国专家教授 和首法一流的专业推拿师 服务项目由诊卖真酒推拿 地址在4633 Old Ironsides Drive Suite 101 Santa Clara 在Great America Parkway上 预约电话408-828-0002 828-0002 就诊所装修完毕继续营业 哇 惠明博士算对了 带款利息又降咯 Confuming Loan 30年固定3.5 15年固定2.875 头7年固定2.75 头5年固定2.5 Super Confuming 30年固定3.625 15年固定3.0 头5年固定2.75 Super Jumbo Loan 头5年固定3.0 头3年固定2.75 精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力效 请速电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gingerloan.com查询 买卖房产是大多数人 一生最大的投资决定 找一个不仅了解房产市场 也熟知金融投资市场的顾问 来帮助您把握市场动态 做一个最佳房产投资决策 才是个明智的选择 Sophie Shen是极少数拥有 注册金融分析师 资质的房产经济 精通房地产贷款和金融行业 各种类别及情况 即信心经验诚信耐心于一身 请与Sophie Shen联络 电话408-799-2558 或查阅Sophie的 siliconvalleyhousingpost.com 只因为You deserve the best 美国中文投资网成功登陆 美国资本市场 代号CIIX 最新推出VIP人工智慧信号 结合华尔街大师江恩 和波浪理论精髓 24小时6天服务 欢迎SVC听众拨打热线 以800-958-8561 以800-958-8561 您可以验证三只股票 看信号是否准确 网址www.chinesefn.com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 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风险税收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诧询 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askdz.com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在休息的时间呢 已经接到了好几位听众朋友 来询问的这些股票的问题 同时跟大家说一下 刚才大家问到 Warren在第一段的时间提到的两只股票 第一只是Broad Vision BVSN 今天收盘的价格是9块3毛8 第二只股票BIOF 今天收盘的价格是5块8毛3 OK好Warren 既然现在的情况 大家就已经知道 现在道指NASDAQ 还有标普500 在今年的表现都很好 那么如果大家要做什么样的功夫 才能够准备另一个新的牛市的来临 这个铺陈的工作要怎么样做 要朝哪一个焦点来看呢 Warren 是的 刚才您讲到了 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移民 或者说新股民 想来参与这个市场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要给自己准备好 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武器装备 那为作为中文投资网的话 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 主要是不断的帮助提醒 或者说教育投资人 那么我们有不同的一些课程 那么最近我们也在网上 有了一个叫美股短线快枪手 SMS的一个服务 那么首先呢 大家可以在网上呢 到ChineseFM.com 每天早上的时候呢 就是开盘以后呢 可以看我们每天的20分钟的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是教会大家一些最基本的方法 刚才我讲到这个短线快枪手 选股的四大的一个方法 那么最近我们比如说 刚才讲到BoreVision 一天就上涨40% 这个BioF一个小时就上涨15% 这是一个短期比较极端的一些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的 把背后选股的逻辑在哪里 这些是我们湾区这些 非常喜欢动脑子的这个朋友 喜欢听到的一些东西 所以欢迎首先大家呢 上这个ChineseFM.com 去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名字叫STVS绝经时刻 也叫10月1号也就改名 叫STVS 就是美股短线快枪手 第二呢 这个美股短线快枪手呢 我们提供10个免费的一个提醒 那么在过去的 七八个交易当中 我们提醒了四只股票 都有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四十左右的 一个一到两天 或者一周的一个回报率 那么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那么有些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 就是我有一个ID 叫无人王2008 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呢 因为有的朋友没有短信 但是他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 来收到我们这个服务 什么是微信呢 大家可以上这个Google去search一下 那么如果你search完以后 加入这个微信在iPhone iPad上 那么你也可以加入我的ID 那么如果说大家现在打电话呢 1800-958-8561呢 我们会送出十个免费的短线的提醒 那么希望大家呢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只有十个 所以我们在过去中文投资网当中呢 主要是给了大家这么多的一些帮助 是这样的 好温柔你把这个电话号码再告诉我们一下 同时这个十个是代表什么意义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很关心在投资方面的十个tips 再报一次电话号码好吗 好的我们的专线呢 是1800-958-8561 1800-958-8561 我们现在推出这个短线快枪手呢 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牛市已经来临了 在这个之前呢 大家一定要学会这些操作的一个方法 并不是说我们要推荐什么股票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这个并不是最需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说告诉大家你选股的一些方法 那么我们也有相应的视频呢 给大家做很多的一个服务 所以呢这大家呢不要错过这个十个 那么我举个例子哈 关于这个短信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现在大家手机呢 现在很多美国的朋友呢 都习惯也开始喜欢使用这个text message 我们叫sms这个message 那么我们在这个 这个每天呢就会或者说不定期呢 就会提醒大家哪些股票 有可能是比较我们比较关注的哈 比如说我们在前一阶段提醒过大家 就是这个Ball Vision 那么这个Ball Vision呢 当时我们是这样一个message 如果周小姐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读一下 就是关注社交网络公共公司 这是9月18号11点17分 纽约这个股市开盘的时间呢 我们发出这个提醒哈 那么这个题目呢是这样的 关注社交网络公司Ball BVSN 今天它的竞争对手呢 叫一个股票呢叫JRVE呢 被Wales Fargo升级到买进啊 那么我们都知道JRVE呢 在美国股市的市场价值呢 是9.5个亿 而Ball Vision的市场价值呢 就只有3750万 Ball Vision的流通盘呢 也就只有290万股 而被抛空的比例呢 是高达6% 短期我们关注的入场点呢 是8.5块 那么第二天呢 大家可以看到股市的图形上看 9月19号 大家可以看Ball Vision的股价 到了多少钱呢 是上涨了最高呢 到了11.5块左右 那么今天呢 依然回到了8块 8块就9块多左右吧 那么总体这说明呢 你如果说做这个短线呢 你就赚到钱了 前一阶段也有一些朋友 问我这个Ball Vision 我觉得这类股票啊 它本身的波动就很大 所以投资人要把握这个入场点 踩对这个入场点 踩对这个时间消息是不容易的 所以通过这个短信呢 因为有的时候呢 很多朋友并不是在 永远在电脑上 他要在开车啊 在上班啊 在开会啊 在和这个客户谈事啊 那么这个短信就有很好的服务 那么如果你没有短信 也不用着急 你有iPhone iPad 可以打电话 1800958 8561 你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微信 这个叫WebChat一个服务 这是全免费的 只要你有这个iPhone iPad就行了 是这样的 OK好 在中文投资网站上面 明天的关注股 其中有一个Research in Motion RIMM 今天收盘的价格是7块钱 上涨了4毛钱 它为什么值得关注 我相信是今天这个盘后 有消息 那么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它已经连续上涨两个交易日了 那么今天可能是业绩的消息各方面 所以我们在这个 就是说我们每天呢 我们现在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 Chinese7.com 大家可以看 我们现在有三个通栏的大的标题 这是市场最 最我们最想说的 或者说市场今天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提醒 或者说 就是刚才周小姐 为什么要关注 大家就可以点这个文章去看 所以我相信就是 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定方面的改版 我们有了视频教学 每天盘前 你8点钟 10点钟 你打开这个我们的网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节目 那个视频节目就是纯粹讲股票 不讲花边新闻 不讲娱乐新闻 那么同时我们这个专栏 也是给免费给大家看的 三个核心的标题 所以欢迎大家呢 上我们的网ChineseFN.com C-H-I-N-E-S-E-F-N.com 而且呢 刚才周小姐也讲到了 我们今天的送出十条 这个打电话给我们朋友呢 我们可以送您SMS的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朋友收到非常好的这个帮助 比如说9月18号 11点17分 Ball Vision 当时我们提醒的点位是8块半 第二天呢 最高呢涨到11块7毛5 涨了整整3块2毛5 这个接近了40% 所以这个回报率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个回报率对大家来而言 是免费的 因为您打电话 也许我们这个十个提醒当中 有几个非常值得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不仅仅是从这个技术图形 而且告诉大家 像JVE这个股票 它的市场价值三个亿的美金 而BVSN它的这个市场价值只有3750万 那么差了非常多 那么这个股票也是历史新低 那反弹起来的话 那肯定会有非常强的一个力度 OK 感谢Warren 好 其实根据我的了解 现在在中国的投资市场 有这种魄力 然后有这种能力 可以传播这么多的股票的讯息的机构 实在是凤毛麟角 太少了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电话号码记起来 1800958 8651 是不是 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 非常感谢Warren王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我们下个礼拜二空中再见了 Warren 祝你晚安 拜拜 好的 听众朋友 今天晚上的节目结束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谢谢您 祝您晚安 明晚七点见 拜拜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宝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